這個公式,其實當然你可以用在別的地方上 不是只有這裡,也就是說以後 其實它原理原則就這樣,你可以分析一下 我要的是這個東西,什麼切 那當然我要知道分析一下,前面是什麼字 當然有三種可能性 那怎麼知道有三種,其實也是從這個資料裡面慢慢去推敲的 因為至少地址大概規則一樣 只是因為它地址裡面有的有零,有的沒零,有的有裡,有的沒裡 一定有區,所以其實我們就是這樣推出來 然後後面那個字就是路接到,大概就差不多 就利用這樣的方式,把這個規則,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哇,這麼長的公式,說真的 幾乎都不容許一點點的錯誤,而且你要打,一次要打對不太容易 不過剛剛有這種訓練,如果你以後呢,這麼長的公式也可以很快的把它打對的話 那表示你以後遇到複雜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 不然的話,如果你不會打這個公式,怎麼辦 你只能選取貼,複製貼,選複製貼 哇,那總共有三千多筆,那真的一定不可能 會不會真的有人每天都做這種複製貼的工作 我相信應該是有,因為我遇過蠻多人,每天都在Ctrl-C,Ctrl-V 對不對,那為什麼你要一直Ctrl-C,那就表示你應該是這個地方不OK 但是我跟各位講喔,像這個公式已經非常冗長 其實寫在這裡喔,我導比較建議你把它寫成VBA啦 因為喔,如果像這麼複雜的東西,你把它寫公式喔 它其實還蠻多地方會是問題的,因為這麼長 如果出現一個地方有Bug,你不好抓Bug 那如果寫程式的話,VBA它可以寫很多行啦,它不用寫一行嘛 反正你哪一行錯,你就改那一行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喔,假設複雜的事情喔,還是建議寫成VBA 會比較適合,但是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為什麼,因為你要再把VBA的撰寫要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個階段的啦 可是盡可能如果你都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的專業啦,OK 所以一個問題,其實這個資料只會變多不會變多 因為大數據一定是只是會增加它 而且現在AI也會自己產生資料 OK,AI機器人嘛,它其實背後其實也會運作 然後也會自己跑出結果 然後自己幫你放在資料裡面 欸,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趕不上這個的話,未來的話 你真的是大問題了,OK 所以這個是剛剛講到的啦 OK,也是我們這個例題裡面最難的 所以喔,這個請各位可能就是試試看吧 把這個做出來,好,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的話呢,我如果想要知道呢 路階道,我想要知道那個什麼呢 欸,到底台北市的那個路階道裡面喔 那個前10名 我希望用直條圖啦 因為直條圖顯示它的數量 因為其實這個比例上因為太多了 OK,沒辦法 比較沒有太有意義啦 所以我們把它,假設我想要畫成一個簡單的直條圖 那該怎麼做 那一樣,我們這個有這個欄位了吧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優標一樣放在這個範圍 然後我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所以反正以後你使用樞紐分析表啦 它的使用方法一,先確定你要分析的那個欄位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那你就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OK,然後再插入樞紐分析表喔 那範圍給它按確定 二的話呢,就把那個什麼呢 把路階道這個欄位拖拉到列 把路階道拖拉到池 OK,那如果出現空白的話呢 那問題跟上個禮拜一樣 對,重新整理 那其實像我的習慣啊 我就全部重新整理就好了 這樣一定不會有問題 有時候按重新整理它還不出現 按全部重新整理,絕對就出現了 那最後的話,我其實只是想要知道前十名 所以前十名的話很簡單 就是數量多的在上面 數量少的在下面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在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 對,利到 啊,記得喔 排序的 放的位置很重要啊 你不能放在B3 我既然放B3 我習慣都是放B4喔 B3不能動 B3不會動嘛 OK,所以啊 反正記得 一定要放在B4就對了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你再按Z到A 它就會幫你重新排序了 CtrlZ我看一下 如果我放錯位置會怎麼樣 放B3 欸,不會動對不對 放B5會不會動 其實B5應該也會 不過會不會錯 我不確定 因為我習慣放B4 好像也OK B5也可以啦 反正放B4 不過我是建議啦 反正你就放B4就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問題 OK啊 Z到A OK,這樣就排序了 那最後呢 如果因為你會發現 那個路接到太多了 Ctrl向下 大概有500多 那500多的話呢 我不要這麼多 我只要前五個就好了 前十個 那前十個的話 你就用篩選 所以你要留下來的 這邊有個箭頭 你就把它 找到有一個叫做前十項 你會發現 那當然呢 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 樞紐分析表裡面的篩選 它就是要留下哪一些就對了 那我就找到什麼 值的 點這個 這個按鈕 然後找到值篩選 再找到那個什麼 前十項 OK 那你就點前十項 它就會留前十項了 所以我只要十項 十個項目 當然你說老師 可是我不要 不要只有十項 我要五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把它改成五個就好了 不過它固定 預設是十嘛 那我就按確定就OK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只會留下那個 路接到裡面 那個 就是數量最多的前十個 其他的話 就幫你隱藏起來 不是幫你刪掉 是隱藏起來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要畫圖 畫圖也很簡單嘛 一樣嘛 好 分析 樞紐分析圖 然後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用預設就好了 直挑圖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然後呢 就把游標移動到 也許在第二吧 然後 寬度高度 大概調一下吧 到M好像就十欄 那列的話呢 看你要幾列 上面一列 等於十五列好了 OK 到十六 這樣的話就是 十欄 寬 十六 十五列高 OK 那最後呢 把那個藍 一般是標題名稱 因為預設它就合計啦 合計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一般的話呢 會把這個 名稱才會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路接到 也許就是 路接到 前十名吧 前十名的直條圖就好了 直條圖 OK 那一般習慣會把這上面 再把它改個顏色啦 至少再放大一下 這樣看起來比較漂亮 然後出幾次 好 然後最後我習慣會把這個 標題名稱Ctrl C 然後也把工作標名稱改成跟它一樣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OK 所以啊 如果假設 我需要得到有三個圖 我想要根據 這一個資料喔 想要得到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歷年切到的一個折線圖的話 所以先變出年 第二個就是各區的比例圖 所以要有個區 第三個是那個 路接到的前十名直條圖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做的就是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在分別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得到歷年折線圖 所以一看就知道 有比較好 OK 然後中山區是 數量最多的 旗幟是40 萬華 OK 像我們坐捷運好像會經過萬華 那邊真的是蠻奇特的 尤其你出那個捷運站 你會發現 那邊感覺好像是 第三世界 感覺奇怪 來的地方 明明是台北市 可是感覺 就有很不像台北市的那種感覺 而且那邊都一堆堆老人喔 然後 而且那邊好像又你可以聞到味道 油眉不洗澡 不是 除了那個味道 那個可能更近啦 你其實進去就聞得到那個 什麼 就是明明有廁所 他就是 他不會 所以就是 OK 就是蠻特別的 所以之前有問同學說 到底你直覺哪一個區 哪一區的那個治安罪 好像他們都直接回答 萬華 可是問題在這個 資料裡面卻不是萬華 反而是中山區 還有士林區好像還在他前面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我也沒辦法 那還有呢 南港區其實跟大同 大同區跟中山區其實也是一線之隔 好像就是隔一個成德路還是隔一個什麼路 反正治安就是差很多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然如果你假如要深究的話 其實還可以再針對資料 有沒有 再去做分析 那你要怎麼分析 其實很簡單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 在這個區 比如說各區 如果你想要知道中山區 這468筆資料 到底發生在哪裡 你想要在深入了解的話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對 你直接在這個數字上快點兩下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 這468筆資料 另外跳出一個工作表 對然後幫你放進去 那你就可以再去根據 這個中山區發生的這些資料的位置 再去分析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是從就是有沒有 跟治安有關的工作 我可以分析很多東西 而且可以大概分析出來蠻多的結果 還有一些結論 如果你比較有那種柯南精神的話 真的還蠻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他為什麼治安會很差的原因何在 有沒有 其實這個我覺得也是還蠻實在在的 證據資料不是針對感覺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如果你要針對治安 你都不根據數字 根據資料去說話的話 只是根據直覺 每天亂跑跑來跑去說 也不如你在那邊分析一下的 有沒有 點兩下之後你會發現 他其實就是把這個資 有沒有 我剛剛只有把 油標這個點兩下對不對 他會做什麼呢 他會幫你在這個工作表的前一個 增加一個叫 這個這個工作表二不見得一定是二啦 反正你點下去 你下次點下去變工作表三 然後把這個四百 六十八的資料 獨立出於一個工作表出來 所以點開來 你會發現 他會是一個像這樣的狀態 其實是表格狀態 就資料表 其實本身就是給你一個像資料庫的一個資料表 然後呢 你會發現 他的區一定都是中山區 然後你把它卡住向下 他一定是四百六十八 有沒有 藍位減一嘛 四百六十九 有沒有 所以其實資料都在這裡 那至於他是發生在哪一個地方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再去分析 有沒有 比如說中山區的什麼街 數量最多 有沒有 其實你就可以再針對這個 再去畫個圖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其實可以 像裡面再一起延伸 其實延伸還蠻多的 有沒有 像這個 如果我要再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我可以針對這個表格 去 根據他的路接道 中山區裡面哪一個路接道 他的數量 是 自然的熱點 馬上出來 那這邊的話 一樣 乾脆我們一樣就前十項 馬上就出來了 所以 那個 啊 所以這兩個好像 都是排在最 所以啊 前三個 有沒有 中山北 其實應該也不意外 對 就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住宅 容易失竊 OK 這個 然後再來好像那個龍江 這個也是向外延伸出去 反正就也都那一區耶 好像感覺就不會有意外 OK 好 所以這個 你們可以再自己再延伸出去 然後把它 畫圖也是一樣 所以 它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點兩下 可以再去看 後續的那個內容 然後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著把 總共有三個圖 把它先 繪製出來 那如果你想要延伸出去的話 那如果你想要延伸出去的話 所以剛剛我們主要是 這個 但是 那個 現在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